大量飛彈連夜飛到以色列上空 被攔截的飛彈在空中炸成火球 爆炸巨響接連不斷 夜空散發血紅色光芒 巴勒斯坦基金組織哈馬斯 從週六突襲以色列 持續發動大規模襲擊 以色列內閣通過週日正式宣戰 一國總理納坦雅胡宣告 根據法令 以色列要展開強力報復 但哈馬斯的攻勢未歇 繼續遍佈以色列城市 以色列第二大臣特拉維夫 公寓被轟出大洞 建築片從瓦利 車子被掀翻 從特拉維夫阿什克隆 馬夫基姆再到斯德洛特 近林加薩的城市 全遭到哈馬斯襲擊 大樓燒到焦黑 殘破廢墟 根本無法住人 以色列死傷慘重 還有大批民眾被哈馬斯掳走 以國軍人大喊要出征 以色列軍車現在已經 陸陸續續載著多管火箭 大批坦克和武器 送往前線 目前以色列邊境各座城鎮 不斷傳出有人車遭到瑕疵 哈馬斯大規模滲透多個城鎮 以色列軍方境內掃蕩之際 同時向哈馬斯所在的加薩地區予以反擊 TVBS新聞 最後報導 漫島電視台女記者正準備開口 沒想到下一秒 一枚飛彈不偏不已 擊中後方大樓 巨大聲想讓女記者 嚇到尖叫 記者 記者受到驚嚇連聲音都在戰鬥 因為他人就在加薩地區 以色列正對當地發動猛烈攻擊 當地時間8號這波空襲 就是以色列宣戰哈馬斯後的一波行動 加薩地區至少426個建築直接被摧毀 當中包括這棟國家銀行也遭到飛彈擊中 不只竄出火光 塵土飛揚 地面還被直接炸出一個大洞 以軍空襲不斷 加薩群眾驚慌逃竄 不過過去48小時連番轟炸 似乎只是前菜 歐美國家接連表態力挺以色列 美軍更以實際行動助陣以軍 美國防長奧斯丁最新聲明 表示已經調派核動力航母福特號打擊群 前往東地中海 福特號是美軍最先進航母 隨行的還有四艘驅逐艦 以及諾曼蒂飛彈使洋艦戰力強大 儘管美方說不會直接出手 但渴望嚇阻蠢蠢欲動的周邊國家 TVBS新聞 環山報導 汽車喇叭 掺砸 尖叫聲 遠處槍聲四起 參加音樂季的民眾 竄逃躲避巴勒斯坦激進組織哈馬斯追殺 還有人當場被武裝分子騎車掳走 後來被證實該名女子是25歲 華人混血女大生諾雅 諾雅爸爸痛哭失聲 至今女兒和她的男友下落不明 網路瘋傳各種當街掳人影片 受害者不計其數 德國籍女魔夏尼的媽媽透過刺青任人 類似家人遭殺害遊街 而夏尼這五狂歡的影片成了她最後身影 外界員誤認夏尼是以色列女兵 但這也顯示哈馬斯慘無人道 連外籍平民都不放過 音樂季現場留下260具遺體 以色列部隊積極營救人質 在邊境和哈馬斯激烈強戰 不過由於人質被當作肉盾 為以色列的反攻增添困難 哈馬斯大肆綁架掘人 專家分析恐怕是想當作外交領土 爭議上後續勒熟的籌碼 TVB的新聞聽不到 街道上整排轎車被燒到只剩骨架 另一邊還有車子 車身滿是彈孔 玻璃碎裂 居民們打起精神 無奈修復家園 但想到當時狀況 心情難以平復 前所未有的恐懼 就發生在以色列城鎮 遭到巴勒斯坦 組織哈馬斯突擊 造成多處死傷慘重 天空中不斷傳出巨響 多枚火箭朝著以色列南部城鎮西來 街道上充斥著以色列軍隊 有軍民說朋友早上跑步 就不慎被哈馬斯殺害 街道上還掛著阿拉伯文車牌的吉普車 看到人就開槍 直升機也忙著來回運送傷患 所有人被嚇得不敢出門 外頭更是槍聲大作 還有居民說聽到恐怖分子闖入其他房子大叫 這個現場弥漫緊張和不安氛圍 還有觀光客回憶 當時在耶路撒冷看到火箭襲來 搬機也多有延誤 觀光客們緊急搭機離開 居民們更是無處可逃 只能祷告 這場夢魘盡快結束 TB新聞綜合報導 夜空放煙火 伊朗首都德黑蘭大肆慶祝 還能聽到伊朗群眾大聲歡呼 他們力挺巴勒斯坦激進組織哈馬斯對以色列的突襲 伊朗總統大戰哈馬斯 美國媒體政客點名 許多跡象顯示 哈馬斯突襲以色列 背後疑似有伊朗介入 不只如此 就連親伊朗的黎巴嫩珍珠黨 也向以色列發動跨境迫起炮公尺 爆炸聲響接連傳出 地點是以色列佔領的黎巴嫩和敘利亞邊境的戈蘭高地 一共三個以色列軍事據點被攻擊 說是聲援巴勒斯坦人民 以色列也歡迎顏色反擊 黎巴嫩民眾也親眼目睹 珍珠黨據點瞬間被炸成火球 伊軍也出動坦克 在北部黎巴嫩邊境待命 就怕阿拉伯國家隨時串聯出擊 黎巴嫩首都貝魯特大批民眾 則是展開力挺巴勒斯坦的大規模示威 同一時間埃及知名景點龐貝柱 一名埃及警察突然開槍掃射 造成一名埃及人和兩名以色列遊客死亡 正值以巴開戰 是否和哈馬斯展開的攻擊有關 還在調查中 TVBS新聞 綜合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